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神器 上次我蹲在路边 好多宝贝心疼我 让我买一个板凳 给你们说 这可以堪称为小贝历史上最炒单品 我已经听见那个 响响响响响的声音了 今天来大家来吃一家正宗酷带面 它没有比起来极其简单 就叫正宗酷带面 这家店我以前就来过 知道老粉在公平上抠知道 10块钱一碗的速扫子油泡面 我们洗洗看看吧 够够够 你吃这大碗烧吧 大碗 大碗 厉害 这看着可爽了 对对 看不见点 是吧 不锈钢盆太爽了 那要一个 不锈钢盆 敢搬甲油泡吧 再来个喇吵敢搬甲油泡 来打点 来打点 来来来 看美不美啊我的妈呀 这个是来条子 然后这个是扯面 我们要的都是大碗 还拿这个雕质就是这个不锈钢盆 看着太爽了 你们爱吃供搬面还是扯面 安表面就是在安板上 叮叮叮 塑造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些素菜 木耳呀 芹菜呀 花生米 莲花白鸭 包包菜 然后又有一坨 不行了 好久没有吃成面了 你看这一根库带面 宽度三公分 长 你看这么长就个蒜 绝绝子 真小 差很多 但是不行 我觉得没了 第二根 陕西的这个库带面 一般小碗是三根 大碗是四根 他们家小碗是四根 大碗是五根 像这种就是居民楼的老店 基本上到的饭点 人贼辣多 我们只能错封出行了 好便宜 嗯 你那个想的够多 我来对比一下 铲面 跟辣椒子有啥区别 直接尝一口 这不好吧 直接再给你要一份 好 谢谢 面糖不要钱啊 面糖不酸的 面糖不来就不要钱了 还酸的 还长个前夜 我爷爷老跟我说 吃面火面糖 房子进月房 哈哈 听得懂不 不用进药房了 吃一口棍棍面 这个叫辣条子 你过来尝尝 这是正宗陕西 流泡面 绝了 辣子很香 然后醋在提味 还要嚼劲 闪生的面都是手工面 这机器面几乎就开不下去了 上道了 紫皮算真香啊 跟水果一样 爆汁 嗯 再注一点灵魂进去 下点油泡辣子 其实人家本来调这个味 我觉得就很浓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油泡辣子有多香 诶 对 快换季了 我给自己买了一个新的手表 实外挺好看的 很好搭配衣服 得物上买到 卡西歐的手表才500多 新人领完福利 比单柜便宜多了 大家去吃点下角看看 好热啊 我觉得你要是吃 喜欢吃软红的面 你就吃酷带面 还喜欢吃有质的面 就吃拉条子 都好吃 就适合不同的人 似乎 辑